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相信在大家的潜意识里,葡萄干是一种很普通的食物 它不像新鲜的葡萄有季节性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一年到头都可以购买到哦 你可别看葡萄干的外形很小,不起眼 但是它却含有很多神奇的功效,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哦 而且葡萄干泡着喝,效果还翻倍呢 葡萄干经过脱水、化氢素、维生素C、铁元素等营养物质 都是葡萄的好几倍 而且可以起到抗衰老、增强抵抗力、补血等功效 都是非常赞哦 那么葡萄干应该要如何泡水呢? 今天小编就来教大家如何泡葡萄干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 开水400毫升 葡萄干150克 我们将400毫升的清水加入锅里 接下来倒入150克的葡萄干 就这样我们开大火 让水煮开 葡萄干泡水喝 糖分变少 更符合人体健康 葡萄干水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促进肝脏健康 通过其特定的再肝脏的生化反应过程 帮助它更有效的排除血液中的毒素 煮开后我们转中火 让它再熬煮20分钟 如果你家里有玫瑰花的话 也可以加入一起熬煮哦 除此之外 葡萄干泡水 还有什么功效呢 葡萄干泡水 可以抗衰老 葡萄干是葡萄脱水制成的 因此花色素的含量 远胜于同样质量的葡萄 花色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能清除体内自由基 减少色素成绩 抚平皱纹 抗衰老有奇效 而且还能防止动脉硬化 高血压等病症哦 熬煮20分钟后即可饮用 每天喝上一杯 坚持七天 有力肝脏健康 排毒又养颜哦 这个葡萄干泡水 最好是早晨喝 空腹的时候喝 效果更佳 除此之外 葡萄干若加入冰糖 还可以有效的缓解核瘦问题哦 直到冰糖融化 此外葡萄干含有90酸 能有效促进肠胃消化 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能吸附肠道毒素 促进身体排毒 还有养颜功效呢 就这样 我们即可关火 随时可以饮用了 除了喝水 我们也可以连葡萄干一起吃哦 葡萄干补血效果 胜过红枣哦 葡萄干富含铁 含铁量是新鲜葡萄的15倍 每天吃一把 有效改善面色 苍白 手脚冰冷 葡萄干可以改善 脸色苍白 手脚冰冷的症状 研究还表明 吃葡萄干 可有效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葡萄干是众多抗氧化剂的来源 能减少人体对党过醇的吸收 有效预防心脏病哦 如此多好处的葡萄干水 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将葡萄干泡水喝吧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和分享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